我再次向社会大众道歉 对不起 这一次真的了不起负责 台北市议员佟仲晏酒驾被抓 直接宣布退选 在此宣布退出年底市议员选举 我错了 做了最坏的示范 一切就由自取 应该把机会让给有志参选的新人 我退选 市长之前跟连过去也不错 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先叹了一口气 我想这个部分就保留不要讲 真的在检讨吗 童仲彦甚至气到在脸书上 呛网友七字彰化 而且事发当天身旁这位女子 被查出曾开网购 却被控卖假货 更早之前则是搭上毒贩的车 因为袭景与持有毒品当街被捕 我一直强调 我朋友那么多 我不是调查局或国安局 我怎么可能对每一个人 做身家调查呢 而且 每个人都会犯错 我们都要给人家机会 对女伴避重就轻 但是童仲彦不选连任 对自己推出的性专区政策 却很执着 请大家放心 性专区的推动 并不会因为阿童服事议员而停止 我将继续以公民的身份 推动在林申北路 设置性专区的iVoting 只有剑桥流音 处理万化流音 接连争议没停歇 童宋彦只能宣布退宣 缓解外界对他的指指点点 375 黄大峰 黄新城 周凯 陈一豪 台北 倡务导